凭借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华飞这一角色 演员蒋新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熟知 今日由他主演的电视剧《猎变》在北京举行了首播发布会 当天由于正在赶拍新戏 一身孕妇装充满赶来的蒋新 甚至来不及换装就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我家的肚子就来了 此次在电视剧《猎变》中 蒋新出演女一号谷小凤 这也是蒋新首次接拍枪战戏 从小就娇生惯养了她 在剧中不断主动向男一号求爱 在遭到拒绝后使出捆绑新郎拜堂的招数 上演了一段女追男的经典桥段 怎么了 没什么 快 快叫家伙救人 发生什么事了 都好像是快死的人了 你就不能骗我一次吗 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这种 打杀特别多的这种戏 特别是枪战特别多 没有 几乎是没有拍过枪战的戏跟爆破 这是应该算是第一次 活动前几天 蒋新刚刚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 她在微博上感慨地写道 二字头的最后一天 一表达对青春的感怀 多多少我会不舍 因为突然之间从二字头 迈到了三字头 我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 真真正正的成年人了 现在才觉得自己是一个 对 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孩子 因为长不大 然后就他们好多人说我卖萌什么的 其实我不是卖萌 我是天然萌 你有点接受不了自己 踏入而立的这样的一个叙事 对 不 我现在是15公岁 作为他的绯闻男友 叶主新通过微博 向蒋新送上生日祝福 言语中更是有恃爱之嫌 当有记者就此事向蒋新求证时 他却连连否认 有很多人都发微博 每个人都会发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给我 他发的特别的深情 是吗 可以看作是你们两个 公开恋情了吗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我 因为他说有什么深深的拥抱 我跟我的朋友之间都可以有拥抱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告白吗 我觉得你好八卦 与其有奖心主演的电视剧《猎变》 即将于5月22日起 在山东吉林河北重庆 私家卫视同步播出 风行娱乐北京报道